大家好 我叫江坤勇 我来自中国台湾新北市 目前就职于上海达峰电脑 物流部门 3月31号 我们部门 有在招募志工 我也就毫不犹豫的 参加志工这个团队 我们这个团队 有一百多名的一个志工 我们生活区 分为三个小的一个生活区 总人数多达 4万人 在这一段 疫情期间 我们负责 接收 政府提供的所有的物资的运转线 为了保持 这个物资的一个新鲜度 也不让司机等了太久 因为他们从全国各地来 我们这个志工团队 分4小时 我们有值班 物资到的时候 先是运到三个不同的一个生活区 接着呢 再把物资转到不同的一个楼洞 警戒身继续卸 所有政府 供应 我们生活区 4万人的一个防疫物资 好 防疫期间呢 我看到 所有的一个志工呢 都非常的辛苦 我也看到 所有的一个志工 他们在 他们的岗位上 不惧辛苦 为艰难 坚持了他们 我看着他们 每日 日行万步 上千次的一个弯腰的这个动作 十个几个小时的 站立 感触非常深 没有人 深来勇敢 正因为呢 被需要 这些志工呢 他们选择 逆风前行 疫情的阴霾下 他们身披战袍 站在疫情的一个前线 我相信呢 不久 借着我们大家的一个努力 上海呢 一定可以回到 有朝气 有底气 我们所认识的 热情的大上海 我相信 在我们大家的一个努力之下 我们一定可以 战胜疫情 让我们一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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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